有两个东西 有98年跟94年 98年的时候 它有一个5210的VF的车 然后94年的时候 有一个2288EH的车 这可能都违规过 都违规过 那各位可能很难相信说 沉浙才会出来 我曾经为了阻止我们的捐地结税 就是这些好人说 我捐粮亭 我捐道路用地 然后我就可以抵税 我拿了一个大善人的奖状 我为了要阻止这件事情 当年是财政部长林全 还好他帮我把这个事情挡掉了 因为我在《荆州刊》上面连续三年 报导所有捐地结税的大户 那其中有一家公司在龟山 叫鼎立工业 那个鼎立工业 其实它原来我查的 也不叫鼎立工业 我只找到一家公司叫做 我只找到一个人名 就个体户捐地结税的一个女人 叫黄美珠 黄美珠那个名字好难 叫黄美珠 结果呢 那个黄美珠呢 它后面有一辆公司登记的车子 就叫鼎立工业 那我就用那个鼎立工业 再回过头去经济部商业司 查他鼎立工业的地址 我车子一开 开到他们公司门口去 说我想要拜访你们老板 然后他才告诉我说 他们坐 还有所有日系车的这个 那个引擎盖打开里头所有的模柱 所以呢 他们一年赚了三四十亿 所以他个人光在台北市捐地 捐了十亿以上 结税 我这样都是这样找新闻的啦 所以那时候 把他啦 王雪红啦 什么日月光 所有什么冯美珍 所有的人的捐地结税的资料核对 都是这样核对的 那这个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OK这是所有的所谓的车籍资料 我只是有个印象说 当年为了要找鼎立工业这家公司 我也是用他的公司内辆车的违规记录去查的 那再接下来就是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些相关资料 这些呢 比如说你租房子 那你就可能把这个张俊宏身份证打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说张俊宏因为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那家全民电通的案子 然后什么时候被通弃 你就会看到一个通弃的表格出来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人 陈优豪 朱婉青什么什么 这些人的年龄 身份证字号 然后呢证照资料 然后什么罪什么 通通都是在这所谓的这个通气的这个名单上面 一个一个打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人全部通通通都在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名单上 列出来的这几个相关的item就是身份证字号 然后呢他的护照 然后他因为什么案子逃亡 然后可能的隐藏地点在哪里 就刚刚那个你打进去之后 大概就会类似的这几个项目就会出来 好 接下来就是 就是房地产了 大家一定想说 喔 台湾怎么这么没这个 什么东西都公开 对不起这全世界都一样 连占在美国的房子 宋楚瑜在美国的房子 我们也是这样查的 当年查宋楚瑜的房子是林瑞涂查的 查连卫星美国的房子也是 也是我朋友透过管道直接在美国做房地产的人 直接进到美国的网站上面查的 台湾也都一样 不要怀疑你我每个人住的房子通通都可以查 所以你只要带我去你家 你没动楼住谁 他的银行贷款多少 你带我去我全部都可以帮你查 好 怎么查呢 就在这边叫地震资讯网 他要付费 查了用了之后才付钱 怎么查来 比如说来我为了要让大家有个比较直接的感觉 新北市新庄区中原东路 因为我知道一品庄那个楼在中原东路 那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要知道号码 比如说19号你就打19号进去 那因为我自己查过蛮多经验的 所以我直接打中原东路 我大概就知道是哪一栋 好那这些呢都是所有权人 这一栋叫一品庄 74户 所有权74户 这边呢都按照你登记的序号 一个一个列出来 这个人叫陈丽临 就是那个 谁作为电视公司刷一团的小山 蛤 这样子喔 艳势文的口味怎么是如此 就是那个叫陈丽临 那就是这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怎么看 这栋房子 陈丽临就在这边 来 这个叫做 这个抵押权 就是要他向权利 你可以在这个他向权利这个地方 总共有 74户里面有65个人有贷款 那贷款的他向权利 就在这边 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样子 就是这个资料 102年3月1号买的 那跟谁贷款 中国信托银行设定 这个叫设定金额喔 债权担保金额 1920万 打个八折吧 九折八折吧 就是这个金额 那实际拨款 大概就乘1.8 就是银行会给的钱 所以我都是用这个东西 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他买这一间喔 前面的头期款 什么装潢 都是郑青天帮他付的 那他就是负担这个 大概1800万左右的贷款利息 这就是我们的银建署长的小三 他的特殊优惠 一千八百万的贷款 每一国的利息 三万一千块自己赂 就这样子 就养一个小三 就是叶士文 那还有以前喔 我跟你说我以前在查这个的时候 比如说查这个叫萧秀兰 萧秀兰 然后呢 他这个担保他向权力这里 他会有一个 他会有一个 利养水泥什么什么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萧秀兰就是萧强 笔名 本名叫萧秀兰 银行的贷款 这边呢 谁来付钱 利养水泥的林金龙在付钱 这样子你就所有权重 你就看得懂他们在干什么了 这样懂没? 因为这种东西是在赛最没骗人 真的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如果说是权力人 登记你的名字 登记你的名字 然后呢 担保的义务责任还有别人 那就是 另外有人在养你 有人在付钱 这样懂吗 ok 好那再回到这个是地保 这是 这个是地保 郭台铭没有进去地保 好 地保呢 怀生段三小段 三百零八号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 用地记就可以查 仁爱路三段 仁爱路 然后三段五十三号 我是用地段地号查啦 那你也可以用 像刚刚这样子 像刚刚这样子 台北市 大安区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 打进去 那这个呢 来这边 总共两百零九户的地保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昨天晚上上去 把两百零九户的详细最新的名单 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来 这个从004 005 005 005 这个就没落高 一个都没有落高 来 第一个 红胜 这个什么瑞福 这些人 这些都可能没幸福 这些人都不好玩 我们来看下一个 有没有好玩的 二三二四一直到这个 来 你看 这里头一定有好玩的 这里头一定有好玩的人 来 许庆祥 黄秀珍 许亚军 这三户应该有感觉了吧 小S他们家 就这三户 这三户 小S他们家 再来呢 我李珍妮 有感觉了吧 女儿都不知道老爹是谁 女儿都不知道跟谁生的女人 好 那再来了 OK 这样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我们暂时先不要管他是谁啦 因为都是好奇的人 每一户都再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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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户都这样子耶 每一户都这样子耶 就是你会发现说 台湾的有钱人真的是吓死人 如果像你们各位如果像我这样子 没事就上去查人家的房地产 说这每一户都再来用 这每个人身价都几十亿 你就会觉得 不敢随便路上随便去怎样 因为每个可能都是好野人 好 再来 你看喔 你看喔 来来来 赖元和是赖教授 然后这个黄秀 黄秀亲子 不认识 这个你只要查经济部商业师 就知道负责人是谁 对不对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嘛 经济部商业师查公司嘛 公司负责人嘛 公司的董监事嘛 所以大家就知道是谁来一个公司 然后呢 何丽玲 就有感觉了 何丽玲 用他的名字啦 有几乎啦 所以何丽玲是用自己的名字啦 真的有陈啦 不是人家养的 可能人家前面有别人啦 我不知道 好 再来呢 再来呢 来来来来 看看看看 这个是蔡佩君 蔡明皇 这是宝辰蔡佳 宝辰蔡佳 然后这个是这个 有些我认识啦 这是那个证券公司 以前国票的总经理 然后再来看这边 好 这里我要跟几个 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 英属威京群岛 这个就王任森 河南王 王任森 就是在河南 贪很多钱 买两百九十八万一百 都没空 他就是用这样的外资 英属威京群岛的身份 我们在骂我们这个烂政府 就是说 当他们都用外资 用所谓的威京群岛的公司 在买我们的房地产 在炒房的时候 你对他的税 一点办法都没有 人家新加坡对这种税多高 你知道吗 他可以大辣辣的 用这种英属威京群岛的公司 回来买 免税 免税哦 你如果他要卖的话免税哦 好 广丰贺董 什么什么 OK 这里还有几个人 比如说什么 这个七田征 这个 这个左脑开发七田征的 陈秀桂啦 因为这些有很多我都认识 然后再来我特别画出来的这个 魏家 这里 这还有一户 魏映舟 然后这里三户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 总共加起来十四户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四户 就这样算的啦 那每一户的资料都可以上去看啦 这都不会骗人的 全部都真的 全部都真的 有没有 西文署刚刚有一户总共两户 然后还有呢 来你看 你看来 那个刘妈妈 他儿子 于昌泽 今天黄金单身炭 他妈妈不是说要那个什么 跟哪一个相亲选媳妇吗对不对 这真的因为两户地宝 算起来至少也有五亿以上 然后再来这边 连战 连芳瑜 这里还有刘月差 三豪你看 当刘妈妈的媳妇应该不错 在座有机会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争取一下 拐一个人叫于昌者 有钱人 OK 再来 没有没有没有 OK 差不多啦 这个就是于山啦 就黄虫人跟于山啦 这两户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骂给 骂给大家知道一下 这家伙是个超级大烂人 我说 他是虫不是人 因为他叫蝗虫 人不是 蝗虫不是人 因为他真的很烂 他这个房子本来是在利人投资 就是利金的子公司 他把利金掏空了 他用公家的钱 用所有投资的钱去买这个房子 买了之后呢 然后 他又从公司 搬了很多钱 然后再来买一户 两户 一户登记在 黄虫人名下 一户登记在他老婆 余树山名下 全部通通都是 利金股东人 的钱 是他的私人招待所 我公开讲的啦 因为他叫 蝗虫 不是人 好 那 其他的 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就 就是 就差不多了OK 这个就是到 到304 总共209户 全部的名单 通通都在这上面 给大家 见识一下 台湾的好人 再来就是 再来就看那个 房地产 这个女人被我骂了之后 有 有稍微用点脑筋 这个女人在电视上被我骂说 我们的 彭总裁 你要去看看一个房子怎么可以带四胎 他带到四胎 最近 说他要告我 别去告 4月30号 跑去跟永丰金 把四个贷款整合成一个贷款 永丰金呢 他本来最早这个房贷 像这种房贷最早本来都只有 过了 这个房贷本来最早都只有六千万到八千万 因为地保 不可能这么贵 不可能一开始买的时候就贷款很高 大家第一件事做事 第一胎 可能 买的时候的地保大概是六千到八千 最多九千万 好 他最近 20 103年4月 他把他公开整合成什么 两亿三千六百四六万 就是这样子 因为本来他带了四胎啦 然后我叫 彭怀兰说 这样的抄贷你怎么不去注意呢 结果他就在 4月份把他整合成一个贷款 把他整合成一个 就所有的这些资料都在这边 OK 那这个是鼎心未加的 那这就是我刚刚在批评的说 你看喔 我们的政府 顶高历尺的 的几户 里面呢 有10户是黎智英的 那 他的 他的那个房子 可是呢 他用的名字叫香港商林月有限公司 我们政府就是土利这些 这些有钱的人 就让他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然后呢 完全客不到税 那另外还有一些有钱的人 这个是元大博越 元大博越也是这些有钱的人买的 OK 那接下来呢 来 瓦斯 这个是唐亚军 你打这个大台北瓦斯打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说 他住在鸡湖路 六楼 这样子 就是他住的地方 那这个姓 这个姓马的 这姓马的这个 拥有 这姓马的你看 在这个大台北瓦斯的 这个 这个资料上面 然后呢 新隆路二段几号 刚刚有几位同学跟我说 我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2008年的 3月15号 在 一周刊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 李庆安双重国籍 大家有印象 那是我弄的 然后呢 当年 我有一群美国的朋友 包括义美的高董 包括很多人 在美国呢要追说 这个人 拥有 绿卡 然后他们用了各种方法 花了 花了大概有上百万美金吧 去掉了移民署很多很多资料 结果最后拿到六个人 说他的资料不见了 他的资料就消失了 就是 当年他的绿卡的 暗号什么 之后呢就消失了 他就回来担任蒋经果的秘书了 好 可是呢后来拿到六个人 就是 李庆安 赖世保 吕国华 还有 郝龙斌 还有谁谁谁 总共六个人 总共六个人 那那时候李庆安呢是 完全都不甩人家 就说 我们那时候一周刊 记者打电话给他说 委员 请教一下你的 那个 绿卡的号码 然后之后如何如何 他都不接 然后他也都不甩 那结果呢从 2008年的 3月15号的那个礼拜开始 一周刊 每个礼拜都会登说 距离 李庆安的双重国籍 真相已经第几天 第几天 每个礼拜都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从第7天第14天 到140天 到100多 到很久很久 就是距离李庆安的双重国籍 他们每个 每一期的 那个一周刊 都会有一条 结果有一天 李庆安 我们当年不是领了那个 3600块的那个消费税吗 消费券吗 李庆安很不要脸的 拿了他的绿卡 跑到 美国政府去领退税 结果呢 美国的政府 才 回函给 台北地方法院说 YES 他 拿了 这个 Security number 去领了退税 所以台北地方法院 才依据 美国的回函 确认他 双重国籍 这个就是我们 当年 对他 非常的 这个 觉得他表现 非常好的 李庆安 李立伟 那到现在为止 他领走的钱 他 他 也都没有 当然啦 就说可能 大家观念会觉得说 是啊 他是美国人 可是 在目前至少他 他不能够拥有美国籍的情况下 担任台北市议员 担任 在目前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底下的立法委员 至少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是违法的 OK 拉回来 拉回来 这些资料 OK 再来 再来就是 房地产的一些相关资料 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 那个 地震资讯之外呢 实价登陆 透明防汛 还有什么 财经杂志这些东西 大家可能都要看 努力看 认真看 多做一点功课的话 至少被骗上当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 大家都想说 房地产可以贪钱 但是房地产也会让你撩得贪 为什么呢 除了我刚才说到高玉仁 他有个儿子叫高斯伯 高斯伯去买个房子 结果不知道人家带二胎有纠纷 结果他付了钱之后呢 结果房子无法点交 最后呢 最后 他钱赔了 这就是我们的 本来要去选台南立委 后来拒绝的这个 前盟账委员会主委 他连最基本的上网去查资料都不会 那所以我提醒大家 今天如果各位在这里 然后呢 你看了这些东西 那你还会被仲介骗 你还会被这个 这些什么公司 骗你说 哎呀 这房子很赞啦 这不错啦 你非那个 买了你今天不买你就会后悔 那如果你没有自己做功课 你去相信别人跟你说的 那这样子的话你不要怪我 因为我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这种事情非常非常普遍 来第1个 这个 这个叫做 10价登录 那10价登录 可能大家都已经有上去过 怎么查这些10价登录的全台的资料 那10价登录呢 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是 透明防汛 透明防汛是法拍 法拍的资料呢就进到 这个地方叫做法拍屋 那这个法拍屋呢 你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哎呀这个法拍屋写得够清楚 大安路 什么什么 哪一天法拍 然后的 底价是 拍 拍定价是多少 然后每瓶的价格是多少 你看中校东路四段 75万一瓶 你看 这个在民国97年 98年的时候 好 这些呢 都是 然后甚至告诉你说点交 不点交 地主有没有优先权 都在这个地方 写得很清楚 然后另外呢 他都会告诉你 你看 蔡城南蔡城堡汁 他们的土地 多少多少瓶 这些都是 法拍里面的公开资料 那他还有什么公开资料呢 这些东西 你免自己去走 你都在电脑 轻轻插插 才出门 才出门去看 因为呢你看照片也都有了 就说在这个地方 龙江路什么什么 照片都有了 因为现在都有卫星嘛 都有Google的卫星嘛 所以呢你都不用跑去 甚至呢他很多东西都会帮你做 比如说来 这个标示是什么 笔录 笔录就说这个房子如果法拍 书记官都会到现场去做笔录 对不对 去做笔录的时候 这个开锁 结果发现说 这个 换了锁交给彰化银行了 那结果管理员呢 说屋主呢 药物中毒沉湿屋内 你就看到说 哇这是鬼屋 不是鬼屋 OK 你就看到说 然后甚至前面有没有留标 因为他是凶宅 所以呢 那大家都不想要 不想要的话就会留标 OK 所以你 进到这个地方你看 现在还有一个叫凶宅网 凶宅网呢就 比如说所有曾经发生过凶宅的 文新路的房子 什么三峡的房子 然后呢当年的新闻 大恩路 浴室 烧炭自杀 那个新闻在哪里 全部都有了 都有喔全部都有喔 现在都有很多的善心人士帮大家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了 那甚至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我要查 方圆五百里 最近 那天有一个朋友说 郁政 我要卖一个房子啊 可是呢为什么一家仲介 我委托给台湾房屋 可是呢 永庆信义21世纪每一家都打来找我 因为他们现在有个联盟 那你联盟出去之后呢 来你看 这个就叫成交联盟 你在大恩路 把那个仁安路三段53号打进去之后呢 所有在各个仲介成交的资料全部通通都会在这边 这个叫方圆五百公尺内的资料 就说这方圆五百公尺内 最近有成交过哪些案子 都可以当做参考 参考资料 OK 那是凶宅 那再来这是 这是也是同样的是房地产有关的 因为我曾经在六条通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盖好之后呢 窗子的门口就是基地台 所以我后来很生气 我觉得说 这个中华民工这个本社政府 当然 就是 搞了很多 让人家觉得 这个 不要讲 民不聊生 就说 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直要求说 我们现在不管是基地台 辐射屋 就说你要用这样的一个公告 让大家 查询 让大家知道 那这个现在全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查询 这是辐射屋 那如果说 你看 像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 如果说我的方圆多少公尺内 有基地台 有什么 因为现在4G嘛 这都会 这个 虽然见仁见智啦 可是呢 我每天窗户门口就有 10支基地台在我门口 我怎么过日子啊 对不对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我认为我们的 负责任的政府都应该要公告给大家知道 OK 接下来呢 就是中华征信所 这个最厉害的就是 你 大家可能在 荆州刊上面看过我写过 从 王金平民国68年被朱戈斌退票 林南生 民国几年被谁退票 大家在网路上看到了很多的报导 或是财讯荆州刊的报导 大部分都是我写的 因为我以前最喜欢 晚上不睡觉 就查这些人的 资料 那 这个中华征信所 以前呢 我们买了这个会员 然后只要 帐号 密码打进去之后 我爱查谁就查谁 真的 所以那时候李宁泽啦 苏惠珍啦 都是我晚上不睡觉的时候 把他们的名字打上去查的 那现在呢 这家公司被起诉 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所以呢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也就是说 如果我成为他的会员 像这个也是 我成为他的会员 我成为他的会员 然后呢 一笔30块 你只要传真过去 我要查 叶四文 传过去 他就会回传给你 一样都可以查 因为资料都在 这个档案 这个资料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他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们票据交换所的所有的个人资料 所以呢现在有个人资料保护 叫做上 不见了 叫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所以那个对策就是说 像我在财讯跟金周刊 刚刚那些地震资料什么都是要 Account Account就是说我要进去 我要查 然后我要Password 就是账号跟密码 然后才能够 收 才能够 计算费用 那因为我在财讯跟金周刊的这个 这个账号一直都 都在都在所以呢 我还是都有在查 出得来吗 出得来吗 好 先开放给各位问问题 有没有人要 考我 有没有人要考一下 说 这个 这个 我查过谁呀 我查过很多人呢 我等一下有几个资料档案给大家秀一下给大家看 当然你说查马英九 我